今年的春节假期长达有九天 有不少人都早早就安排出游的计划 但是呢像是连锁超商 电影院游乐园 还是有不少人要上班 特别提醒您 劳基法规定 除夕到初三上班的人呢 应该是可以拿到双倍薪水的 也提醒资方注意了 老二会表示 劳基法37条还有第39条有规定 除夕到大年初三 如果劳工必须要加班 雇主得先征得劳工的同意 而且工资得发双倍 如果是他是轮班的 或部分工时的工作者 那这个时候呢 他遇到他属于国定假日的这几天 是他原定要排班的日子的话 他可以放假 那如果说劳工 愿意来上班的话 就加给一天的钱 那对于说 如果他那几天 不是他排班的日子 那可是需要他来出勤 那就要给两倍的薪水 二会表示 像连锁超商大卖场 电影院还有游乐园 有不少劳工 都是在春节期间 还得上班 不少劳工被资方要求 事后补修的方式 来替代发加班费 但劳委会认为资方有违法之余 另外领时薪的临时工 每小时的薪资也不得低于190块 另外一方面 市长朋友长期因为找不到工作 生活压力大 竟然有人选择气暴自杀 在前立委阵龙水的带领之下 有20多位劳工到劳委会 来声援事长者工作权 他们认为失去了一位按摩师之友 主要的原因是一位 明眼人也可以从事按摩的工作 因此抢了他们的工作权 因此他们坚决的反对 明眼人也可以从事按摩 明眼人也可以从事按摩